今天課程內容為智能空間的案例規劃分享 開始之前先了解一下有什麼設備可以用來規劃智能空間 那我們從上到下來看 第一個為智能主機e-box 它是一個all-in-one的智能設備 它同時包含了電燈回路、窗簾控制、情境開關 讓RS-232、RS-485以及網路的接孔 同時有數位輸入、DO及數位輸入、DI及數位輸出、DO的接頭 第二個是窗簾控制盒、時後的窗簾控制盒 它可以延伸DO的控制及窗簾的控制 第三個為溫室躁度的感應器及空品偵測器 可以擇一使用 與智能主機e-box搭配 可以創造主動式的智能空間 第四個為iF或紅外線發射器 可以學習家中的紅外線遙控器的頻段 與智能主機搭配使用 可以控制各種IR設備 第五項為無線情境開關 可以將開關放在家中任何一個角落 即使是行動操作也可以 最後一個是買牆式的情境開關 可以依照自己喜好及品牌的樣式 去選擇市售的開關來作為情境開關 什麼樣的房子可以安裝? 我們區分的四個種類 第一個為新城屋帶裝潢 這個沒有問題 三星中古屋若是水電腦重拉也沒有問題 第三個為清格間或是清剛架的辦公室 若管線有調整可以調整的話也沒有問題 第四項為無翻新計劃的中古屋 若管線無重新裝潢的規劃 若無重新裝潢的規劃 難度比較高 不建議使用 那我們開始進行規劃 在開始之前需要確認兩件事 第一個圖面必須要完成 第二個確認要控制的項目 圖面需要包含平面圖 水電回路圖 空調圖面都需要完成 需要確認的控制項目為範圍 事工領域、私領域或者是哪些房間 第二設備 冷氣、全然交換機、除濕機、投影機、電燈、窗簾等等 依照客戶的需求規劃 第三項 客戶如何使用 依然情境開關、無線情境開關、手機的APP或是其餘的聲控 都需要跟客戶討論 確認客戶的需求 我們來看第一個CASE 它是屬於頻數比較大 但種類比較少的樣式 在這個案子裡面 它的範圍則控制到了工領域跟主臥室 設備則有冷氣、全熱交換機、除濕機、電燈及窗簾 這邊會延伸需要有燈光、回路圖 空調廚師跟全熱交換機是空調配置圖 窗簾是平面配置圖 第三項是客戶如何使用 該客戶是採用B面情境開關及手機APP 我們來看這一個是客戶的平面圖 第一個我們需要先決定1B智能主機放置在哪裡 我們在圖上標示出 我們會放在該戶的電箱旁邊 第二個我們會看它需要控制的範圍有哪些 該客戶控制的工領域為 玄關、遊戲室、客廳、餐廳、廚房、私領域為主臥室 在這個案子裡面 它並沒有做到全部的控制 像是孝親房、四主臥以及浴室空間 它都沒有控制到 好,我們先來看燈光回路圖 在這個案例裡面 這些空間總共涵蓋了34個回路 以我們eBus智能主機 每個回路最高的負載是5A 每一台主機可以控制8個回路 超過34個回路有明顯超過8個回路 我們會調用像是疊積木的方式 每一台主機8個回路 用34次數以8可以算出我們需要幾台的智能主機 再來我們來看空調的規劃 那這邊需要的是空調的配置圖 空調的規格我們可以選擇有紅外線遙控器的機種 像是大進或日立這些品牌都有這樣子的機種可以選擇 配置的話 數量配置的話 一台空調主機我們會搭配一個IRF IRF的位置會安裝於空調維修孔主機 我們在圖面上可以看到 這個平平圖裡面有7個空調需要控制 於是我們在每一個空調主機的旁邊的維修孔內 會放置一台IRF 我們這次是採用有線控制 控制的線材為雙腳隔離線24G 那我們其實也有無線的控制 但在這個案子沒有使用 配線的方式就是將每一個IRF 透過雙腳隔離線拉到EVAS智能電箱裡面即可 除濕機 除濕機是採用釣引式的設計 它的規格是RS485控制的 配置的話 由於RS485可以串接 所以我們一台EVAS可以串接很多台RS485的設備 或者是 也可以選擇有紅外線遙控器規格的除濕機 這樣的話 就是一個除濕機配置一個IRF 在這個現場為RS485控制的 於是它採用了 雙腳隔離線拉到每一個 熟濕機的主機盤 全熱交換機 全熱交換機的規格為乾接點輸出控制 多數的全熱交換機 表演是全熱交換機都有這樣子的接點可以輸出 配置的方式是一台全熱交換機 以及搭配一個DO的接點 那控制的方式一樣是線控 全熱交換機的控制線材為多芯控制線 是0.75平方的四芯控制線 一樣 每一個全熱交換機的主機 拉一條線到 一把四芯控制即可 好我們來看窗簾 窗簾通常會 規劃窗簾盒 於是電動窗簾的馬達會藏在圖片中 紅圈的地方 完工之後 其實看不到窗簾的馬達以及線路 那出線端也是在右上角或者是左上角 以馬達位置決定 好窗簾的規格 需要有乾接點輸出的窗簾馬達 像是美國的Hunter Douglas 還是法國的Sophie 或是國產的品牌 通通都有這樣子的接點可以提供 那它的規格通常會有四芯或者是三芯 差別在於說 四芯的話是可以開、可以關、中間可以停 然後三芯的話則是開跟關而已 那我們在這一個案子裡面的話 窗簾控制通通是採用線控的方式 那我們在這張評論圖可以看到 總共有10上的窗簾 我們會用圖示標記出來 控制的線材為多芯的控制線 0.75平方四芯控制線 那這四芯我們會分別接在 開、關、停、控線四個接點 所以每一扇窗簾馬達都需要方條控制線 通常每一扇窗簾除了護簾之外 還會有一層紗簾 就是所稱的雙扇簾 所以如果遇到這樣子的應用環境 我們在每一扇窗簾的地方 必須放兩條線 一條控制不延的馬達 另外一條則是控制窗簾殺鈴的馬達 行進開關 行進開關 按下去才會接觸 手放開就會彈開 就像電靈的開關一樣 市面上有許多這類型的開關可以選 像是Liguang、Panasonic、施奈德等等 通常我們會選擇與電燈開關 看起來有一點點不一樣的開關 來當行進開關 在使用上可以很快速的區分 以這個案例來看 紅圈圈起來的開關 就是我們在這個案子所採用的行進開關 另外一個案場所搭配的行進開關 則是不同的樣式 有的設計師追求的是一體性 也會刻意選擇相同樣式的行進開關 這也是為什麼我們採用市售的開關 來當行進開關的原因 除了耐用度相當高之外 也可以搭配室內設計的風格做挑選 行進開關買必行的 它的控制方式為線控 通常一個空間會配一組3K的行進開關 在使用的經驗上 主臥室的床頭也會配一組 方便於用戶在睡覺前或是起床後 也可以快速的調整需要的行進 在這個空間裡面 我們在每一個空間的交接處 客廳餐廳、遊戲室的入口、玄關與客廳之間 主臥室的床頭、主臥室的進入口 都安置了行進開關 控制線材 行進開關的控制線材 則使用多吸控制線 0.57、0.75平方的次吸控制線 一樣每一個開關 會放一條線 從開關的出口到一大匙的電箱 跟大家介紹一下線材 我們使用的線材大多為下列兩種 有資料傳輸的是左邊這一種 像是IRF或者是空調控制器 它使用的是24kg的雙角可離線 右邊這個則為0.75平方的四星控制線 它用在乾階點的控制 像是窗簾或者是電動布幕 我們可以透過上面的平面圖的數量 可以來看看我們需要多少的設備 那上面的這個圖 是EVAS智能主機的接點數量 電燈有8組 DI 接前進開關的DI也有8組 接乾接點的DO則有4組 我們可以來看看這個案子的設備 它有幾個 從2支AI來看 燈光有34個回路 於是我們需要5台EBUS 空調有7個 所以需要7顆IRF 廚師機有2個 所以需要使用到1個485的接頭 全熱交換機有2個 所以需要使用到2個DO 1台EBUS 窗簾有20個 20個窗簾需要60個指令 因為有開關停3個 所以乘以20乘以3等於60 它就需要60 它就需要6台窗簾控制器 那客戶如果使用呢 它這邊有使用了B面型的情境開關 於是需要6組 有6個開關 每一個開關有3Key 所以是18個DI 我們用除法除一除之後 我們用上述的規格去處理 之後可以快速的得到 需要5台EBUS的智能主機 窗簾控制盒10POD需要6個 iF紅外線控制器需要7個 請進開關 埋牆型需要6個 就可以很快的估算出 這一場智能空間 需要花費多少的設備費用 我們再來看看安裝需手的空間 每一台EBUS智能主機 在未使用端子的情況下 需要40x28公分的空間 那如果使用了端子台 則需要40x40公分 那由於安全以及現場的乾淨度來看 我們建議使用端子台 但這個空間不包含電壓器的尺寸 我們來看看完工之後 這一個暗場的智能電箱的照片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它可以有123455台的智能主機排序下來 現場中間有貼一張貼紙 那個是控制細項的說明 完工之後也都會附在電箱裡面 我們來看第二個Case 它是屬於屏數比較小 但是控制的種類較多元 那一樣會有三個需要去了解 第一個是範圍 這個安置控制的是 主客廳加上主臥室 設備則是電燈、冷氣、電視、窗簾 Helift Hue電燈、溫室照度感應器 那如何使用呢? 它選擇了避免情境開關、手機APP 無線情境開關及吸力的聲控 這個案例只有控制客廳及主臥室 所以智能空間是依循屋的喜好規劃 它也可以是很精巧 不一定要非常的複雜 那我們會先決定E-Laz的電箱 需要放在哪裡? 一樣 我們選擇放在現場的電箱旁邊 然後這個案例的配置 會有一個窗簾馬達 溫室照度的感應器 會放在窗戶旁邊 目的是可以偵測吸塞 自動關閉窗簾 客廳安置了一個紅外線發射器 控制電視及冷氣 18樓則放了一個溫室照度的感應器 在更衣室裡面 主臥室還放置了一個紅外線發射器 以及主臥室的氣氛等 在控制的方面 17樓配置了情境開關 以及無限情境開關 情境開關為B面型 無限情境開關 則放在客廳的茶几上 18樓同樣在入口的地方 規劃了B面型情境開關 以及在窗戶放置了一個無限情境開關 我們可以看到17樓的電燈是4個迴路 18樓的空間有12個迴路 由於它只有一個環控箱 所以這些電燈線路都會回到17樓的環控智能箱 再來這個空間使用的設備不複雜 所以設計師將智能設備放在同一套裡面 從圖裡面可以看到IF-Q的橋接器 無限情境開關的接收器 都放在天花板的維修孔旁 便於設定及檢修 也不會讓智能設備充斥在整個空間裡面 看起來更輕巧 好,我們再來統整一下數量 該區有16個迴路 於是使用了2台eBus主機 空調2個,電視2台 由於這個空間 電視與空調恰好在附近 所以一個IRF可以同時控制空調與電視 故總共只需2個IRF即可 窗戀以上3個指令 一個eBus DO可以完成 一個HU是透過網路控制的 有一個感應器也是網路控制的 情境開關有2組3Key 所以會使用到6個DI 無線情境開關有2組 所以也會使用到6個DI 那我們來統整一下 這個案子的智能設備 項目清單為2台eBus 2組無線情境開關 2個溫濕照度感應器 2個紅外線IRF紅外線發射器 2個情境開關、音面景等 所以我們可以快速的估算出 這個案子所需的運體設備費用 我們來看看第三個CASE 它是屬於獨棟別墅 它控制的範圍是3層樓全部的空間 包含它前面的花園都有控制 設備則是電燈、冷氣、鐵捲門、窗簾、視聽室、車庫門及花園的景觀燈 屋主是使用電面前進開關及手機的APP 另外它事後有追加了Siri的聲控模組 由於它是3層樓的空間別宿 於是我們在每一層樓都規劃了一個eBus的智能電箱 那3個電箱之間 彼此是用網路線做串連 在不同的樓層規劃不同的智能主機 可以減少電線的使用 避免電線跨樓層的應用會造成浪費 也可以降低整體建築物的補重 這個空間有控制到視聽室 所以我們控制它的投影機是使用RS232的訊號線 同樣的這條RS232的訊號線 需要從2樓的eBus電箱 拉到2樓的視聽室的投影機上方 那232接頭有公母頭的區分 所以需要確認一下投影機段的公母頭 是公頭還是母頭 景觀燈的控制 大多數的景觀燈都會超過eBus 5A的負載 所以我們會請花園的規劃廠商 在電燈上面多加一個固態輯電器SSR 我們透過小電控制大電的方式 來控制它當大的花園景觀燈的負荷 以上的案例介紹到一個段落 接下來我們來補充說明一下 常常有人在問到底要選擇有限還是無限的方案 這其實沒有所謂的對錯 或者是哪個好哪個不好 旁財分享的規劃皆是以有限為主 國家的部分設備也支援無限方案 但因為市場北貴來看 實體線路所帶來的穩定度及信貸感相當的高 所以今年來我們都規劃有限的控制方案 在這邊我們製作了一個表格 可以很快速的看到有限跟無限的差異 以無限基地台來說 有限的規劃不會影響無限基地台的效能 無限則會佔用無限基地台的設備數量 所以可連線設備數量要求會較高 超過數量則容易當機 在空間組合上 有限的話較不受隔間材質的影響 無限則容易因為隔間材質的不同 而影響到訊號的品質 第三個是執行指定的成功率 這是我們所謂的資訊風包傳輸 在有限的情況下成功率幾乎百分之百 無限的偶爾會有掉指令的疑慮影響信貸度 乾裝方式的話有限需要鋪線 比起無需鋪線的產品 前製作業會比較複雜 我們來看看什麼是E-Bars E-Bars三代又是什麼 智能組織E-Bars從十年前的第一代到現今的第三代 它的尺寸及接頭完全都一樣 因為我們知道智能設備最擔心的事情是 第一個它怕變成孤兒 時間久了公司不維護 第二個怕東西壞了 產品停產 產品一旦停產 要全套換新才能繼續使用 所以歐加智能一直以來 無論是軟鐵鍋硬體 都做到向前相容 讓歐加智能的使用者不會變成智能的孤兒 第三代的特點 除了包含了前幾代之外 第三代的特點結合了E-Bars二代 以及Siri聲控模組 還有包含了Google Assistant的功能 並內含數位電表 小電流完回以下 第三代與之前最大的差異 在於提升了CPU的運算能力 以及軟體不斷的升級 軟體另一堂課有說明到 我這邊先介紹數位電表的功能 E-Bars三代結合了數位電表的功能 可以在雲端的網頁上看到 浩能的分析比較 左圖的比較值是同一個回路的比較 它可以看到這個回路在去年跟今年 上個禮拜跟這一週上個月跟這一個月的比較 可以運用在家電類 例如冰箱的耗電連年的上升 代表壓縮機可能老化 讓用戶可以評估是否更換 右圖是波回路及空間的比較 它可以看到不同的空間或者是不同的回路 在不同的時間點的使用差異 可以運用在套房、半電管理 查看每個空間的用電資訊 這是這堂課的介紹 謝謝大家